那么这首歌呢 其实他其实那个 在冰曲上 也有更多的想法啊 前边呢 就特别的明亮啊 明媚这样的 你有话要说 先等会好吗 谢谢 然后呢 你说 我觉得 大战卫老师的这首歌呢 电视非常的轻快 有活力 就像我们的 《阳光盘彻豆腐》 一样吃一口青春无味 阳光百味 我现在目前希望 他们两个人 不要前面说一堆 没有用的那个鸡汤之后 只说一个旧相 俩字就直接转到那儿 就像我们的《阳光盘臭豆腐》 就像我们的《阳光盘臭豆腐》一样 可不可以再巧妙一点 年轻人很多遇到 挫折就后退 不必啊 看看大老师 吃一口的《阳光盘的臭豆腐》 发现人过四十不怕累 就是大老师本人的生活状态 对不对 大老师 您都四十了 您都四十了 小刚 等一下 不太激眼了 小刚老师 大老师 小心 大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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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 严重 大老师 你看 大老师今天穿的衣服 也非常服务我们这个产品 为什么呢 你想 哎呀 你这怎么回家呀 用黑色的这个背景 作为彩虹 才能把彩虹的颜色 看得最清楚 所以啊 这个臭豆腐啊 就像我们人生的底色 以黑色为底 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彩 红的光彩 红的光彩 一口这个 哎 大老师来 吃个臭豆腐吧 来来来 你一半我一半 我们的感情才不会散 阳光牌臭豆腐 送给朋友这些最佳选择 这以前一看就在商场促销过的一个人 辽波杰啊 我觉得 染膏这段还不错 我